大家好,我是独币玩家Yakas 周回给大家带来的是生化维加重制版专家难度无上解说视频 选择新游戏,角色使用克莱尔,难度选择专家难度 流程为克莱尔的A面流程,也就是表观流程 谢谢你,你就快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好吧,事情发生在上周五的晚上 我离开酒吧回家,有个女人向我走过来 她有些量抢,所以我以为她喝醉了 等等,先跟我说实话,你那天到底喝了多少 不,我才没有,我根本没有 你别装了 好好听我说,行吗 她越走越近,我就观察了一下 你们真该看看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那正张脸 就像是腐烂了一样 就像一具尸体,会走路的尸体我去 像是说我老婆 我从没见过那么可怕的东西,回去都睡不着 好了,冷静点儿朋友,冷静点儿 你得坚强一点儿,好吗?别分下傻了,懂吗? 没错,这点你说对了 如果你被这些东西吓呆,他们会趁机咬你 老啥呀,挣起劲呢 我得去睡一会儿 我去 我去 糟了 糟了 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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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这下该怎么办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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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会不会有事的 好主意 找到克里斯,我就回去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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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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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会惹麻烦 怎么回事 有人吗 现在操控克莱尔进入前面的超市调查刚才的声响 直接推动左摇杆可以控制人物前进 推开玻璃门进入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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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是从哪传过来的 这边好像有人受伤了 往他指的方向过去调查一下 前面的门后面传出声音 过去看一下 我说了不许动 抱歉 出了什么事吗 你是退后 我会处理 马上放开他 不求你 马上放开他 不求你 马上放开他 直接跑进右边的货架 可以在丧尸站起来之前冲过去 拾取墙壁上的钥匙 然后转身等他能走到右边 直接原路返回 这边向左拐 使用刚才拾取的钥匙开门 然后推门出去 刚才受伤的那个人已经变异了 直接避开他从中间跑过去 这边左拐 接了一口气冲到门口 别过去触发巨型 别过去触发巨型 别开枪 放下 我们得离开这儿 你没事吧 对 我想还好 谢谢你 晚点再歇 那我们安全了 我来个去 这边 这边 上车 放稳了 绽点 你 看来 我 不 谁 是不是 最后 这边 你看 还好 你 对 lee 是 哪 这边 雷德菲尔德 你住在附近 不是 我来找我哥哥 他也是警察 我们能碰到也是缘分 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能EE 好 天呐 简直太不真实了 警察局就在不远处 他们 一定知道些什么 好吧 但 万一只剩我们 万一没有别的幸存症 不 一定还有幸存症 这么大的城市 一定要能活着 看来我们得用走的了 我想得用跑的 没错 我同意 开什么玩笑 木雷 一瑶 快点当车 怎么了 惊贵 克莱安下车 快点下车 出不去 破稳了 哦小灵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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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还好 我没事 你怎么样 我不能再待在这里 这边需要立刻转身 远离眼前的这些丧尸 尽量从丧尸的身后跑 就会比较安全 这边向左拐 进入前面的巷子 这边继续向左拐 然后右拐直接从前面楼梯往上走 警察局就在前面不远处了 继续向前跑 要小心肥仔丧尸离他远一点 这边稍微向右跑 然后再左拐直接过去开门 把大门反锁后 接下来就要准备进入浣雄士警察局了 直接推门进去 拾起来右边的急救喷雾 虽然我用不上 但是剪一下吧 拾起来末代 这个是存档用的道具 现在调查这个笔记本电脑 好 拜托克里斯 你在哪儿 糟糕 连他们也进来了 大卫 马文 你们在吗 我找到出路了 就在这里 我得帮这个人 先去存个档 专家难度下是不能随时随地存档的 每次存档都要消耗末代来进行存档 所以要谨慎存档 把身上暂时用不着的东西全部都放到储物箱里 等下方便失去其他物品 约着往这个方向走 约着往这个方向走 然后拉动这个电闸 启动软家难 好像卡住了 直接钻过去了 爬过来之后就直接向前走 这边向右拐 进入左边的记者室 拾取尸体上的子弹 然后转身离开这儿 出来后在这边朝按A键 把这个柜子给推开 然后往左边进入女厕所 打开中间的门 在码头上拾取一瓶记者喷雾 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必要拿的 出道后直接往这边走 左边有呼救声过去看一下 快点把门打开 我来了 把门打开 快点快点快开门 这里这里 你叫我 坚持住 另一只 另一只手 在身后抓住你了 告诉我们 对不起 我们腰斩的警官手上拿到一个笔记本 上面记载着后面会用到的谜题答案 直接到门口举枪等待 开门一瞬间直接加速爬过去 可以从丧尸的旁边挤过去 接着原路返回 前面出现两个丧尸直接贴着右边跑过去 过来之后继续贴着右边 不然会被扑到 然后回到之前进来的雪纳门直接出去 帮我们开始进去 下来之后 对不起 下来之后 没有 不然会被扑到 下来之后 找到伤心的 我找到的 马文伯拉娜 谢谢您 看来有人教过你几招 是啊 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起来吧 没有人知道事情的成因吗 虽然有很多种推论 但我能肯定 这地方全被丧失占据了 是啊 那还用说 嘿嘿 看着五仙殿 以防万一 我不会在这里久留 找到克里斯后就离开 你真是克里斯的妹妹 对 怎么 你找到了什么吗 她去休假了 估计欧洲吧 几周前走的 休假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还有一个好消息 听说这里好像有条秘密通道 或许能到外面去 太好了 嘿 看样子我们得去医院才行 不 别管我 我会照顾自己 不 别说傻话 你必须接受这个 听我说 克莱尔 你必须逃出去 这样才能见到你恶格 对了 你可能会用得上这个 不 我不能拿 不 我不能拿 你还用得上 还有小心点 如果你看见那种东西 不管它原本是什么 都不能犹豫 能杀就杀 不然就跑 从马文手里获得的格斗匕首 直接装备上 然后先去存个挡 先从储物箱里把墨袋拿出来 没有墨袋的话就存不了挡的 然后使用墨袋进行存挡 存完挡之后把身上不需要的东西 先存到储物箱里 然后跑到这边的电闸箱 使用匕首 切开胶带 然后拉动电闸 等门开之后 拾取一下这个绿草 然后子弹也捡一下 我的腿们出去 右边吊着的尸体不要靠近 不然它会掉下来 这边一路往前走 通过这边的丧尸先不管它 赶紧从这边进去 实现了黑板上的地图 然后再从这翻出去 下到后笔直向前跑 然后往左边走 打开这个办公室的门 施取一下火药 这边是火药的调和说明 上面有一些配方 可以随时打开观看 这边保鲜箱的密码是 先往左边旋转到9 然后再往右边旋转到15 再往左边旋转到7 按确定就可以打开保鲜箱 里面是一个扩养 里面是一个扩充腰包 可以扩充身上的物品栏 然后离开这个房间 调查桌子上的纸条 这个本来是李昂同事准备给李昂在欢迎会上的一个小惊喜 结果警局发生这样的惨剧 左边的密码是NED 是左侧三位同事的名字首字母 右边的密码是MRG 也是右侧三个同事的首字母 打开罩子获得一个快速装弹器 正好跟手上的枪匹配 直接装上 直接从左边到前面的衣柜 打开衣柜拾取手枪子弹 现在准备离开这 直接冲出去 然后这边的窗户先不管它 先拾取这个绿色药槽 然后再射取木板 木板是可以用的封窗 正好把这个窗户给封一下 翻窗之后直接从这边进去 这本书是教你如何调和药槽 上面有一些药槽的配方 不同的颜色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 上面灯打开一下 这边的话是一个胶卷冲洗室 把红色草药拿下 顺便跟绿草合成一下 这边是冲洗槽 不过手上目前是没有胶卷的 这边的衣柜也调查一下 又捡了一个火药 这边又有三个墨袋 正好存个挡 存在挡之后把身上多余的一些物品 全部放回那个储存箱 方便等下失去其他的物品 然后从这边的安全物出去 直接上楼 下到时候拾取在尸体上的子弹 随便笔直往前跑 角落有一个红草 也可以拿一下 从这进去 调查衣柜 好可怕 这个锁的密码是CAP 拾取到两发火焰弹 这是之后的一把武器的弹药 现在还拿不到 又有两发火焰弹 这边是空的 获得了一个便携式保险箱 加上贴的是保险箱的解密方法 由于这东西每次游玩 它的密码都是随机生成 所以说你们还是得自己去 按照那个说明书 不停的尝试 我的这个你们无法参考 拿到一个备用按键 这个是用在证务室来开保险箱用的 这边需要一个圆柄 现在没有 就直接离开 直接上楼 这边这个丧尸 直接瞄准他的腿部 打出硬直 然后直接冲过去 上楼或使取到这边的手机 这个衣柜锁的密码是DCM 是遇到100发冲锋弹药 不过现在没有冲锋枪 拾取一下蓝色钥匙 或者开门出去 那是 铁食者 而进去 实际上桌上火药 木板也拿一下 掉下桌上文件 文件上面说附近有炸药 那看来就是这个 C4 这个现在目前没有起爆器 所以用不了 先离开这儿 克莱尔 我是马文 你最快多久能回到这边 出了什么事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很重要的东西 好的 我这就过去 好 现在返回到大厅 去看一下马文到底是要给什么东西 我们看 射手 适取下这个红树 然后从这个地方使用蓝色钥匙 返回到一楼大厅 你来了 到这儿来 这是什么 你看看 他还活着 你认识他吗 对 他叫李扬 好像姓肯尼迪 那个新人 难怪凯西兰眼熟 你可以从二楼的东侧 走到中堤那边 好的 谢了 我马上去 我们从马文在得知李扬还活着 而我们先去存个打 手上没有墨带 先打开储存箱 把身上不常用东西放进去 然后再把墨带拿出来 使用墨带存个挡 存个挡之后 把身上再近一步的清理一下 多疼一点位置出来 准备好的话 准备好的话 就直接去二楼 从楼梯上来之后 直接右转 然后一路跑到尽头 从左边这个门进去 药槽先不拿 然后又擦了一个保险箱 现在目前也不拿 只用蓝色钥匙把这个钥匙打开 然后推门出去 把左侧的木板拾取一下 然后转身 进入这边尾数式的门 把桌子上的钥匙卡拿一下 然后拾取了雕像右边的手臂 跟之前拿的红树合成一下 然后调查雕像 把这个手放上去 获得了一根权杖 直接调查一下权杖 抠一下后面的开关 获得了一颗红宝石 这个红宝石是后面 拿一把武器的时候需要用上的 然后离开美术室 从这边前进 这是个飞机坠毁 我给看一下 这边完全封死了 这个药草也先不拿 先等会再出一下 喂 克莱尔 李昂 我马上过去 来 要不要 改死 李昂 不要每次碰面都那么惊心 你还好吗 警察局的直升机 就这么突然冒出来 嗯 我没事 我猜你身上没有钥匙 嗯 确实没有 能见你一面也挺好 你还好吧 苟延残喘吧 今晚够疯的啊 是啊 找到你哥哥了 还真找到了他在 这是乌漏偏逢连夜 李昂 那你先走吧 别担心我 你先去找个安全的地方 说真的李昂 他们要几穿炸篮了 拜托快走 一定能撑过去的 我们都没有 先联系下马文 马文 情况不妙 我这边到处都是丧尸 马文 马文你在吗 马文 马文现在根本联系不上 得估计看是怎么回事 撕取一下子弹 然后把这边的剪钳拿起来 使用剪钳把铁链剪开 直接推门进去 小心这个丧失 然后到这边把铁链也剪开 他们进来后先把桌子上面的墨袋拿起来 然后尸体身上的子弹也拿下 顺便把这边的窗户给封一下 然后转身把这边桌上的闪光弹拿一下 把它给装备起来 然后把这边桌上面的保险丝拿一下 然后进入这边拿这个圆柄 等下澡堂那边需要用上 把这边的椅子挪开 然后从这边出去 把刚才的保险丝安在上面 恢复电源 转转门升起来之后直接出去 到这边存档点再存个档 然后再把身上不需要的东西放到储存箱里面 要往这个方向走 等下路上会有非常多的丧尸 一定要速战速决 这边窗户要先不管它 靠着左边过去 到这边门口立刻瞄准腿部 打出运气然后立刻冲过去 一定不能在那耗太久 窗户这个先无视 直接瞄准肥仔仓器爆头 打出运气然后冲过去 立刻开门进去 拾取下左边的弹药 然后装填一下 把这边门上的体内也用剪钳剪开 推门进来之后拾取桌子他们的电子装置 这边的闪光弹也拿一下 这边的木板的话先不拿 然后把这个门打开 出门出血 要小心门口这个肥仔丧尸 然后瞄准 爆头没打中 没打中赶紧撤 躲开之后立刻进正务室 跑到尽头 使用之前拿到的钥匙卡 打开菜单把标记打勾的物品给扔掉 已经没有用处了 把火焰弹失去一下 然后失去榴弹枪 装备上 切了榴弹枪把弹药装填一下 然后立刻到门口 瞄准准备 开个瞬间立刻冲过去 然后立刻躲到前面的办公室 然后穿过办公室到这边的门 使用蓝色钥匙把它打开 推门出来后直接往左边上二楼 直接跑到尽头 拾取沙发上面的子弹 然后把钥匙扔掉 也用不上了 从这边的门进去 把远处尸体那边的匕首拾取一下 然后从这边推门过去 把这边的独角兽谜提解一下 迷底分别是鱼 蝎子 还有水瓶座 按照顺序把图标调整到相应的正确答案 即可破解成功 成功后获得独角兽奖章 总共有三个奖章需要获得 把这边地图拿一下 然后离开这边 回到图书馆 从这边的楼梯爬到二楼 上到后从 哎好像错了 从这个门过去 把这边的弹药拾取一下 这边先瞄准上面倒掉的敌人 不停的攻击他头部 直到把头打爆为止 因为后面等下这边来引爆的话 这个家伙会复活 会跟另外一个敌人一起来夹击 会非常麻烦 有点黑啊 打这么上头在爆料 搞定他之后直接从这边出去 从这原路返回回到之前二楼的澡堂 这个爹直接瞄准腿部 打出一群立刻跑 这边一步向下 推不进澡堂子 然后使用圆饼 关掉蒸汽之后直接穿过澡堂 调查下这边的衣柜 复得一个火药 然后推门出去 把左边沙发上面的燃烧弹拿一下 这边舔食者攻击不要看太久 要立马进门 不然等下会被他攻击的 这边进来之后 拾取桌子上面的电池 跟之前的电子装柳合成 就会获得引爆器 到这边把这边的高级火药拿一下 跟之前拿到的火药合成 获得硫酸弹 然后切出榴弹枪 装填一下这个硫酸弹 等一下需要用上 这边先不放出去 把燃烧弹也剪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闪光弹也拿一下 其他那些回复药品就不拿了 因为装不下 出来直接找到 潜尸者 然后发射 再装填一把火箭袋直接带走 等火灭了之后直接跑到那边的尽头 把门给开一下 这边是一个捷径 是通往之前多角兽谜提的那个地方 然后原路返回 现在不需要去那边 现在拿到引爆器 现在需要回到三楼去引爆那个C4 穿过澡堂 从这边直接上楼 楼上有丧尸要小心点 他直接自己叼下去了 好吧 那就不用管他了 这边快到 我推门进去 把刚才合成好的引爆器装上去 有十秒钟的倒数 赶紧离开 等下爆炸之后这边柜头倒下去 把他推开 诶 没推开 好吧 那不用管他 这是舔尸者的声音 要小心他 先从缺口进去 这个女生像的谜底有点麻烦 因为很多图案被绣着看不到 就是说 就是说你们直接参考我这个答案的图形就行了 他谜底对应的是女人 弓还有蛇 紧离成功之后获得第二个奖章 少女奖章 这边从缺口出去之后准备迎战 接受灯箱 不对套也绕过来 直接开箱 好险 中边回来 直接一发 装填一下 然后从这边回到服输馆 从这边的楼梯回到一楼 这边不对 要从这边走 这边的话先到那边的狮子雕像 把这个谜底解掉 狮子雕像的谜底是狮子 树叶 还有银 好获得最后一个狮子奖章 现在回到一楼 到这边把三个奖章全都安置上去 先安装少女奖章 再把狮子奖章也安置上去 最后就是独角兽奖章 这样出口就出现了 直接开门离开这个鬼地方吧 从这里可以到地下 很好 能逃离这个鬼地方 喂马文 听我说 我找到出口了 马文 来吧 我带你离开这里 走吧 你没事吧 你自己快逃 不行 你伤得不清 我们要送你去医院 就当为了我 好吧 对了 马文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点赞 有 Safari Zither Harp Zither Harp